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开始怀疑 有一个人丢一把斧子 他在家里翻箱倒柜 怎么找也找不到 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被人偷了 一开始 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小孩偷的 为了找到证据 他开始密切观察这个小孩的一举一动 他看到小孩的眼睛嘟嘟嘟的转 就认为这孩子贼眉熟眼 又看到这孩子放学的时候 总是往他家的方向张望 这就更加可疑了 总之 这个人越看越觉得 那个小孩像小偷 但就在他下定决心要抓住小孩 问清楚的时候 他在家里门后便找到了斧子 这下 他在看那个小孩 越看越觉得这小孩很正常 完全不像小偷 听完这段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在平时的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个人认定了自己是对的 然后就开始找各种证据 证明自己的观点 其实 在心理学上 这种现象有个专业的名字 叫做验证性偏差 或者正式性偏差 简单来说 一旦一个人认定了某个观点 之后 他会找出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 而对于否定这个观点的信息 他根本不信 甚至还会点滴和嘲笑 很多人都有这种偏激 甚至包括专业人员 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就做过一个实验 他找了八个正常人 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 让他们告诉医生 说自己能听到不明其妙的声音 但其他方面完全正常 结果 这八个人里有七个人都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即便他们原本正常的行为也被诊断为不正常 连专专业人员 连专业的医生都能失误 更别说我们普通人了 比如最常见的 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看着自己 就觉得对方肯定也喜欢自己 不舒服了 上网一查 就觉得自己病了 而且越看越想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 今天我们走进物理学的世界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趣味物理学里有趣的物理吧 为什么光会发生折射 众所周知 光在同一种介质中沿着直线传播 如果是在不同的介质中 光的前进方向会发生变化 即光的路径有了改变 那么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可以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解释 我们从平坦的平原进入山谷 可以沿局线步行 但到了山里 必须绕道 对此 著名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赫希尔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假设有一支小分队在前进 前面有一段比较平坦的大道 可以走得很快 另一段路坑坑洼洼的 速度快不起来 这两种道路的分界线 恰好是一条直线 这对士兵排成一列 形成一条直线 与分界线相交后呈某一角度 不垂直 由于士兵有前有后 因此会在不同的时间到达分界线 一旦一名士兵跨过分界线 进入崎区的山路 速度就会放缓 因此没法与其他士兵一起前进 只能渐渐落在后面 如果士兵依然想保持对形 那么跨过分界线的一部分士兵 与没有跨过去的士兵 会在分界线的焦点处形成一个顿角 行针的时候 每个士兵都保持同一节奏的步伐 不能抢先一步 也不能落后半步 因此提出要求 第一 每个士兵的前进方向 必须垂直于新队伍的正面 第二 同一时间在分界线两侧 崎区道路上的行针路程 和平坦的道路上的行针路程之比 等于崎区道路上的行针速度 和平坦的道路上的行针速度之比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找一张桌子 用布盖住一半 让它稍微倾斜 把两个轮子装在一个木轴上 使其沿着布的边缘方向 从桌子的高处滑下来 此时 它下滑走过的路径垂直向下 且方向不变 这和光在垂直射向一种介质时的路径 是一样的 不会变换方向 但是 如果我们不让轮子的下滑方向 垂直于布的边缘 而是让它稍微有一个倾斜度 那么 轮子在滑到布的边缘时 路径会偏离原来的方向 这和光线进入另一种介质时 路径发生偏移是一样的 通过以上的实验可以发现 在没有布的桌面上 轮子的滑动速度较快 到有布的桌面上 不仅速度变慢 路径也会向竖直线 及分界线的发现方向偏移 反过来说 如果轮子是从有布的桌面 滑向没有布的桌面 那么 它就会偏离发现的方向 由此可以确认一点 光在两种不同介质中的传播时间 行进速度都是不同的 方向也会发生天移 而且速度的差别越大 折射的程度也越大 这种折射程度 与光在两种介质中 行进速度的比值是相等的 我们一般用折射率来表示 另外 光的折射 还有一个不同于反射的特点 如果说 光在反射时 所走的路径是最短的 那么 光在折射时所走的路径是最快的 就是说 在进入某一介质时 不可能有另一条路径 比光的折射路径走的更快 依靠阳光的力量 接下来 我们再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冬天下完雪之后 在有阳光照射的雪面上 盖上一黑一白两块布 过了几个小时再去看 就会发现两块布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白布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 但黑布已经深深陷入雪中 换句话说 黑布底下的雪的融化速度 要快于白布底下的雪的融化速度 其中的原理很简单 白色的布可以反射大部分的太阳光 所以吸收的热量较小 底下的雪不容易融化 黑色的布吸收了大部分太阳光的热量 所以底下的雪融化的比较快 必须承认 这一理论在某些情况下 确实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例如1903年 一艘轮船在海南极进行探险时 不幸陷入聚冰中 当时动用了炸药、钢聚等办法 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进度十分缓慢 后来有人想到 可以用黑灰和煤屑在轮船前面的冰上 以吸收太阳的热量 于是他们用这些东西突出一条长2000米 宽20米的冰面大道 在阳光的照射下 黑灰和煤屑覆盖下的冰慢慢融化了 轮船也终于脱离了险境 在了解了这部分有趣的物理知识后 我们下次一起来认识物理世界的更多奥秘吧 爆笑历史 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 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 宇童 不仅现代人西洋宠物 古人异矮 而且饲养范围 还不仅仅限于猫狗 先秦时期 魏国国君魏义公的宠物是鹤 他对鹤捷径的羽毛 修长的景象 婷婷的身姿无比痴迷 宫中到处都养着鹤 不仅如此 魏义公还给他的宠物鹤们 建造了豪华的窝 请名厨为鹤制作食物 让鹤坐着华丽的车出行 这还不算 他还按品质 体资 将鹤封为不同关节 享受相应俸 魏义公 魏义公 好鹤 鹤友成宣者 左转 敏公二年 显然 这种极端的爱宠方式 是要不得的 魏义公 好鹤荒 好鹤荒症 玩物丧志的消息 传到北迪 结果啊 北迪王 正愁眉仗大 于是 立马帅 两万骑兵 向魏国偷袭而来 然而 魏义公 对宠物过度的爱 早就引起了百姓 和臣子的不满 魏义公的臣民 不愿出战 更是直言 不如让享受着奉务的贺出战 于是 魏国就这样玩 而玩了 魏义公好鹤 魏国大夫 脏文重 则好乌龟 在古代 乌龟常常被当作占卜工具 脏文重 深受乌龟占卜的观念 这对他影响颇深 深信乌龟可以预测吉凶 和魏义公一样 脏文重 也是 爱他 就为他 花钱请主人 他还专门为他的爱龟盖了个豪宅 这乌龟的豪宅长什么样呢 论语 《风铁长》中记载 三文重 居菜 山节枣桌 菜指乌龟 因为古时候菜地盛产乌龟 于是乌龟就得到了这个名字 山节枣桌则是形容房子的柱头 头拱 斗拱 各称山形 梁上的短柱 画着枣草 在当时 山节和枣桌 可是天子祖庙的装饰 不过 用天子装饰祖庙的规格 带宠物的房子 有为理智 童子表示 很看不过眼 认为他 不智 三文重 其不忍者三 不智者三 下斩琴 废六观 妾之扑 三不忍也 做虚弃 似逆 众逆似 似 似爱 似圆居 三不智也 不只是这些奇葩的宠物 还有喜欢养鹅养大象养哈巴狗的奇葩古人 不过 人各有所好 所以我们还是理解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 我是贺子涵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报销历史 国际刑事法院 ICC或者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是根据2002年7月1号开始生效的 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成立的 对犯有种族屠杀罪 危害人类罪 反人道罪 战争罪 侵略罪的个人 进行起诉和审判的法院 权限只限于审判个人 而且仅对归约生效后的前述四种国际罪行有管辖权 实际上暂时还不能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社会已经设置了很多国际和地区性保护人权的机制 但仍有千百千万的人沦为灭绝种族罪 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和侵略罪的受害人 非常可耻的是仅有少数的加害者最后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 绝大多数的加害者至今逃脱受惩罚的后果 有些人在犯下罪行时甚至于非常清楚的了解 只有很小的机率会被绳之以法 国际刑事法院有几项目的 克制预备要触犯或进行国际法所认定的严重罪行 素质负由基本责任起诉犯罪者的各国检察官履行其职责 使受害者及其家人得到真相与公义 由此作为扶贫创伤的第一步 协助受害者及其家人得到补偿 当掌控国家机器的群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促使侵犯人群的加害者 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代表国际公益的机制必须介入 在国际刑事法院即将成立的时候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评价说 国际刑事法院即将成立的前景让我们看到了普遍正义的希望 这一个简单的恋人兴奋的希望 这个希望快要实现了 我们将始终不懈的朝着这个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我们希望你们也尽你们的努力共同奋斗 确保没有一个统治者国家军人集团或军队能够在任何地方侵犯人权和逍遥法外 只有到那时陷入的远离我们的地方发生的战争和冲突中无辜的人民才能放心 知道自己也得到正义的保护可以安枕无忧 并且知道他们也想要权利 侵犯这些权利的人将会受到惩罚 前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何塞阿亚拉拉索说 面对是杀害了10万人的人要面对审判的机会 还不如杀害了一个人的人的现实情况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在于不让犯罪者逍遥法外 国际刑事法院设18位法官一个检察官办事处 一个预审厅一个审判厅和一个上诉厅 18位法官经选举产生任期9年不能有两位法官来自同一个国家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由国际法院成员国选出 国际刑事法院乃常设机构在罗马规约的第一国大会批准后 涉于荷兰的海牙并在适当情况下于其他地方开庭 本法院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及必须的法律行为能力 并根据本规约之规定 在缔约国及特别协定的其他国家境内 行使其职能和权力 这一期的报效历史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 我是西安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胡庆妍 今天呢 我们会继续讲一个小朋友 明小圈上学记 王匆匆第一个把收取了起来 老师我会 老师我会 我们班最聪明的车池也把收取了起来 可还是慢了一步 为老师要求王匆匆的黑板前把答案写出来 可想不到王匆匆竟然用了五种算法来做这道题 借了满板一黑板 估计我们班最聪明 每次都考第一名的车池都没办法做到 下课了 江小牙向我跑了过来 明小圈 走 我们去踢足球 好啊 我拿起爸爸刚给我买的足球 转身对王匆匆说 小朋友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踢球呀 我才不去呢 我要在教室里学习 我必须承认 王匆匆是我见过最喜欢学习的小孩 可是除了学语文和数学以外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呀 例如学习如何踢足球 老大评语 再例如学习如何画出一张超级好看的话来 我去拉岛 我对旁边的江小牙说 江小牙我们走 想不到江小牙却说 你想去 我要像王匆匆一样在教室里学习 江小牙你怎么了 不是说要去踢球吗 还没说过呢 江小牙边踢着右嘴角边说话 好古怪呀 此刻我还没有领会到江小牙的意思 只是说 别闹了 数岁喝得太无聊了 我们得去操场上放松一下才行 不嘴 魏老师的课最有趣了 江小牙反驳了我的话 太古怪了 他一直都很讨厌上复学课呀 更古怪的就是江小牙舔右嘴角吧 我向他右边一看吓了一跳 魏老师正黑着脸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越来江小牙是用舌头给我发暗号 不怪他牙太大了 发出的暗号一点都不明显 我还来不及多想 就听魏老师大吼道 你小圈 我的课很无聊吗 这个 这个 我赶快低下头 不敢看魏老师 魏老师把我的球抢过去 说道 这个球我没收了 什么时候考一百分 什么时候还给你 什么 这是我球老爸 好久他才给我买的足球呀 而且还是瞬间被纪念品了 第二节课是 末老师的语文课 说实话 我的确对数学没什么兴趣 不过语文课就不要啦 我非常喜欢语文 更喜欢末老师 他从来不对我们发火 上课总是对我们微笑 上课的铃声响得起来 大家都喜欢的末老师走上了讲台 听说我们班又转来了一位新同学 请问是哪一位呢 莫老师问道 我赶快指着一旁的王聪聪说 就是这个小孩 王聪聪小声反不道 你才是小孩呢 莫老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看见了王聪聪 他这样的问道 你就是我们班的新同学吗 是的老师 虽然我只有七岁 可是古人云 有质不在年糕 没错 你说的莫老师的话还没说完 班里就传来呵呵的笑声 呵呵呵呵 有质不在年糕 哈哈 难道这颗质在肚子上吗 呵呵呵呵 铁头我只肚子笑得不行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